4月26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 双方就中乌关系和乌克兰危机交换了意见 习近平指出 中乌关系走过31年发展历程 达到战略伙伴关系水平 为两国各自发展振兴提供了助力 我赞赏泽连斯基总统多次表示 重视发展中乌关系和对华合作 感谢乌方去年为中国公民撤离提供大力协助 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乌关系的政治基础 双方要着眼未来 坚持从长远角度看待和谋划两国关系 延续双方相互尊重真诚相待的传统 推动中乌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 中方发展中乌关系的意愿 是一贯的明确的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换 中方愿同乌方一道 把两国互利合作向前推进 习近平指出 乌克兰危机复杂演变 对国际形势产生重大影响 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 中方始终站在和平一边 核心立场就是劝和促谈 我相继提出了四个应该 四个共同和三点思考 中方还在此基础上发布了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 中国立场文件 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 也不是当事方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和负责任大国 我们既不会隔岸关火 也不会拱火交游 更不干趁机牟利的事 中方所作所为光明正大 对话谈判是唯一可行的出路 核战争没有赢家 对待核问题 有关各方都应该保持冷静克制 真正从自身和全人类的 前途命运着眼 共同管控好危机 现在各方理性的思考和声音在增加 应该抓住契机 为危机的政治解决 积累有利条件 希望各方从乌克兰危机中 深刻反思 通过对话 共同寻求欧洲长治久安之道 中方将坚持劝和促谈 为尽快止战停火 恢复和平 做出自己的努力 中方将派中国政府 欧亚事务特别代表赴乌克兰等国访问 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同各方进行深入沟通 中方已向乌方提供了多批人道主义援助 愿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泽连斯基祝贺习近平主席再次当选 赞赏中国取得的非凡成就 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 中国将成功应对各种挑战 持续向前发展 中方在国际事务中秉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巨大影响力 乌方恪守一个中国政策 希望同中方开展全面合作 开启乌中关系的新篇章 共同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泽连斯基介绍了对当前乌克兰危机的看法 感谢中方为乌克兰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 欢迎中方为恢复和平 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危机 发挥重要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